大家好我是老妹 今天开了一天的车 从内蒙古通了到吃丰市了 一路边开车边看看沿途的风景 真的是很美 然后这个地方距离吃丰市 还有个几十公里 今天我们就打算先不进市了 在这个地方露营 现在马上也要天黑了 我们准备要做饭吃了 今天为了赶路 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饭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水饺 这是在超市里买的 冻的卡卡的 这么硬 这两包就给我们两个人吃了 你看这边是有多冷 那车上在货币箱这里 这个已经冻住了 看这软包上 这里 这个地方冻的很硬 弄不动 就这样了 太冷了 看他手上 那锅 幸运这个靶没动 下水饺吃 哇塞这里 这里一屯的霜 来洗洗吧 下饺子很快 这个煮一煮就行了 不用太麻烦 一人这么一包应该能吃得饱 变忽畏了还是第一次吃冷冻饺子 哎呦我天呦我天呦我天呦 哇一锅了 感觉那个火不到过呢 幸亏这次提墙挂了去了 哈哈 要不然这个时候再说说没事可以麻烦了 这边天呦是太冷了 这个蛇有的时候它不太均匀 有时候火小有时候火的很大 昨天晚上我们烧水的时候 这个蛇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 直接不往外输了 也有可能是这个管子上面有水还是咋样 烧壶水烧了一个多小时才烧完 哇烧气腾腾的吃点饺子喝点饺子汤 太舒服了 完了这个盘拿出来已经冻住了 舒服老爸 煮了好一会儿了 尝尝这个水饺熟了没 哎呦还弄到来两个 嗯 好吃 看能看到吗 这是肉三鲜的 很好吃 我以为这种冷冻的水饺会不好吃 没想到还是挺好吃 出锅出锅 一人一盘 我的水饺出锅了 哎呦尝 两大盆水饺 哈哈 好想自己做水饺 但是这边太冷了 怕那个苦捏不上 我们这次出来带着面了 我们这次出来带着面了 想了想还是买点了 饺子汤也别浪费 哇 太舒坦了 在制作的太麻烦了 就不想吃了 现在也快天黑了 收拾起来很麻烦 就直接这样吃了 哇 爽 明天我们就进行吃风湿里了 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 哈哈